过年了 我们今天这里人山人海的 好热闹呀 这里是我们县城最大的菜市场 里面都是人马人话 路都走不通了 过年的气氛就是不一样 两边都是卖菜的 之前这里是一条马路 但是今天车不能挂 整个城里面的人都出来买菜了 这里是卖小菜的 马路变成了菜市场 小车不能过 只有电动车 摩托车才能通行 今天去到哪里都是热闹闹闹的 过年的气氛太隆重了 往这边走过去 人更多 更热闹 卖水果 卖修菜的 啥都有市场里面 还有市场外面 就是卖菜的 买菜的 人好多 好热闹 之前这个路边是不能买台卖菜的 因为过年 所以说就可以放开的买 放开的卖了 这里是卖水果的 今天不管吃到哪里 人都是特别的多 你看这个巷子里面也是人多 车多的 这条路一直往下面走下去 就是几百米 全部是卖菜的 还有这里过去 你看 都用这个等着了 因为车子不能过 只有电动车 摩托车 通行 山坡 门口 都全部是卖菜的 这里进去就是菜市场了 我现在进去里面看一下 里面热门正大 气氛浓浓浓浓 因为这里是卖鱼 卖海鲜的 所以说地上是湿的 进来这里是卖鱼 好多人在买 哇 这种场景 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里是卖猪肉的 我都快进不去了 好急啊 两边都是卖肉的 这个是看着是挺好的 太多了 都是猪肉 这里是卖海鲜的 这么多人 这边是卖鸡肉的 这里又是卖牛肉的 我就趁个菜市场换一下 这边是卖水果的 这边是卖素菜的 对啊 发出来了 到了外面逛逛 满味道 哇 这里全部是卖土葵的 这里是进菜市场的入口 因为人太多了 消息都够了指挥交通了 曾经的马路如今变成了菜市场 哇 这条路上去不知有多长 都是卖菜的 过年的气氛真的太隆重了 从这里顺着走下去 两边都是卖菜的 好了 别人都是来买菜 买啥东西的 因为过年要拜一些东西 我也赶紧买一下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这人的马路如今变成了 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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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了